就在这吧 大哥们 今天咱过来测试一下 这个冷水发酵的玉米 这个配方也是我无意间 在水库钓鱼大师教给我的 当时一包烟下去 才把这配方要过来 这是我上期视频 已经泡好的玉米 发酵的差不多了 你们的味道 哎我去 酸爽 带点那种臭味 为什么用这种冷水发酵的酸味的玉米 大师当时也讲了 说这个玉米 入水之后 模仿 食物在野外水里头 长时间发酵 这鱼呢 对这种味道没有抵触 戒备心很低 所以他敢吃这种玉米 想要测试耳料好不好使 你得挑时间点来测试 什么时候鱼最难钓了 生鲜难钓五十鱼 现在是 中午两点四十 太阳最热的时候 鱼也是最难钓的时候 咱们呢 用这耳朵试试 看咱们钓到鱼 打上三勺就可以了 今天来钓这个地方呢 俗称空军基地 鱼口弱 很难钓 还比较滑 打上三勺卧呢 有人就问了 三勺卧你喜欢钓着鱼啊 像这种地方呢 鱼口特别弱特别滑的时候 你打的卧量越小 越容易吃着钩 哪怕是上了鱼之后 你补上两勺补上一勺都可以 但千万不要一口气打一个大卧子下去 那鱼来了也找不着钩啊 调吃干子 调完干子没准鱼就见过了 干子已经调好了 用了一只钓鱼王的六米三 魁天行 三拉二的现足 因为呢 咱那个玉米 是针对所有水域的草鱼鲤鱼 青鱼 大个体的鲸鱼 只要它吃玉米 绝对好使 这也是我整个夏天以来 见过玉米链尔料 最牛的一块 冷水发酵鱼 鱼锅呢 吃鲜三克 咱呢 调个一目 钓个两三目 再吃啊 没吃进去啊 这滑口鱼 看着口了 又没打住 看来这鱼是真地滑呀 可能是这两颗玉米 在水底下不够明显 咱一个钩挂上两颗试试 小口小口小口 还在吃啊 没吃进去啊 这鱼够滑的 来你的 终于 哇 来了来了 鲤鱼鱼鱼鱼鱼 从咱打卧到上鱼 差不多有三十分钟啊 哇 吃的下钩玉米 来 来 哦 超出了 看这鱼的个头啊 鲤鱼鱼 鲤鱼 吃的下钩 这条鱼 国标剩 二斤吧 入户 拿户 温泉什么味道了不 吃火销的味不 发酵的玉米 三臭 三臭的玉米钓这种草鱼 鲤鱼 划口鱼最好使吗 这个刷子会好用 对 这是我上回去水库钓鱼 钓草鱼的时候 我们十几个都没上鱼 人家来个大师 你就打两勺玉米 每一会儿上个这么长的草鱼 就是用这玩意儿钓了 别吼 中鱼 哇 这是什么鱼 一个青梢啊 跑了 这玉米够诱惑性啊 一个小青梢 刀了半天都快黑瓢了 猛吓猛起的 都是小鱼闹的 又要来 吃 吃还在吃 没吃进去 这是一口 吃住了 我去 这鱼真够滑 给一个小盾口 然后妈 飘着 慢慢的阴下去了 哎呀 去 这鱼挺有劲 还是一条鲤鱼 今天没有惊喜啊 上草鱼 一直在上鲤鱼 这就是打卧打得少的好处 鱼进了卧之后 马上就能给口 如果一打的玉米比较多 它在底下光吃卧子了 典型的花狗鱼 有劲儿 还我钩子 这鱼二斤多个 走点 差不多有第一条跟第二条间隔有十多分钟 口还是比较慢 可能是因为中午这段时间鱼确实不好钓 接着来 来烤 中鱼 还是鲤鱼 中午的鱼确实非常难钓 一个多小时 这是第三条 今天啊 咱就过来就是测试这个玉米 咱就钓中最难钓的时间 两个小时 两点到三点 三点到四点 你过了四点之后 鱼口好了 你就体验不出来 这个玉米的好用之处了 是不是 来吧 中午的鱼不光是鱼口弱 小玉也非常的多 你平常的面身呀 拉耳你就下不去 只能浴玉米 避开小鱼口 就这我还钓了几个小鱼 咱最多再钓半小时就到时间了 四点以后咱又不钓了 来口 我的妈 好东西啊 这玩意儿 小翘嘴 吃玉米 你真厉害 给你放了吧 看你对我这个耳掉 这么信任的情况下 你可以走了 回去别吃了啊 那句话说的没错 神仙难钓无实鱼 真不是白盖了 今儿看咱钓几个 一共钓了两小时 说钓两小时 咱就钓两小时 最难钓的时间点 应该是上了三个 跑了一个 种了四条鱼啊 再钓就上岸了 不能再钓了 你们只要说这里边鱼好钓啊 你们过来试试 就这个天 三十六七度 中午两点下杆 你们要能杀 我请客 我给你们交钓费 我这十块钱泡了一桶玉米 今天也就用了一块钱的玉米 钓了三条鱼 就这啊 咱们下棋过来 没准能干点草鱼 今天最可惜的是没钓了草鱼 就这吧 拜拜了 拜拜